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陷阱 他养鱼不卖 花光积蓄 好不容易盼来外省活巡鱼订单 他却给客户发过去一动不动的鱼 他用不会动的鱼打开市场 又靠养鱼不卖获得千万财富 看杨士波和李军 如何用不能卖的大鱼获得千万财富 欢迎收看制服经 今天我们有两位主人公 杨士波在贵州省江口县 李军在四川省彭州市 这两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却看上了同一个商机 为了这个商机 一个不惜从北京辞掉百万年薪 一个放弃年入四百万的生意 而这个商机还有一个让人惊讶的共同点 就是养鱼不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 大家检查一下手电 因为咱们那个里面特别黑 然后那个要备用一个手电 大家注意安全 真是很危险的里面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了 那里面如果是真是没有光线的话 真是出不来 感觉挺吓人的 我这就走 马上就到洞里 这个地方落差好大 这面好陡的 像是要下到地底 这个跟那个地面落差的话 都有三十米 这个洞穴有十多公里长 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让杨世波宁可冒着风险 也要带我们前往呢 我刚才跟你说 它真的滑这个 越往里走 地形越复杂难行 杨世波特别提醒要加快进度 如果在动力时间太长 手电筒一旦没电 人很难走出去 杨世波让人把线绑在石头上 这是杨世波设计的第二个自救方案 万一手电断电 还可以用线找到回去的路 这就是咱们的生命线 这就是咱们生命线 对 一旦的话 这个没有电了 手电 这个没有光 咱们顺着这个线还可以找到洞口 继续走了二十多分钟 路到了头 一个三米多的石头挡住了去路 想要继续往前走 只能翻过这些石头 石头下面两边都是泥潭 一旦掉下去 人就会陷进泥潭里 你这个 这只脚蹬这会儿 然后这只脚蹬这边 再走一步 走到这个石头上面 不想走 没事 走不了了 那你一把就上了 这太吓人了 来来来 你脚站在这会儿 然后搭一把手就过来了 我不想 你手给你 把手电给我 那也不滑 这不滑 那不有小锅吗 不是 这不就上来了吗 踩侧面 踩侧面 来这边 把脚蹬到这边 在杨世波的帮助下 我们终于翻过了这些巨石 惊险过后 终于来到了杨世波的秘密所在地 到了 你看 这就是 你看 这就是地下水 这条岸河 水质清澈见底 靠近河水 周围的气温 都比洞外要高 这水是18度的水 不动手 不动手 到了最冷的时候 那它出来的时候 岂不是还会冒热气 对对对 如果是冬天的时候 然后出来的一个水 是有热气的 就跟在仙境里一样 这水清澈见底 而且这是天然的矿泉水 喝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这水还有一股那种甘甜的味道 对对对 这个泡茶是非常好喝的 天然水之好 更重要的是这股水流量很大 这正是杨世波创造千万财富的关键 看到这水很激动 因为这么大流量的水 而且场景水温 这个18度 这是很少见的 虽然那个厂子 现在看的话 你看破破烂烂的 目前看的话 只能是值十万块钱 但是我花了数倍的价格 我要把它拿下来 因为就是因为这股水 我觉得它能够带来财富 山洞里的水 怎么就成了杨世波的财富呢 杨世波说 还要带我们去洞外看一看 因为山洞里的水 直接通到杨世波的厂里 他靠这股水 养了一种鱼 一 五 三 七 这个鱼有将近一百斤 对 比我还做吗 现在已经有鱼子酱了 虚鱼子酱 哇 这个波才不一样 但它身边有刺 身上有这个稻刺 鱼在水里很滑 身上还有稻刺 杨世波想把鱼鱼抱起来 给我们看看 却连连失守 好 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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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得这么大 好 大了 这个尾巴 好有事 好 这里的尾巴稍微远一点 这里的尾巴 这尾巴有打的 很痛的一个 很痛的 打 打着你了吗 这是它的嘴是吗 对 这条鱼呢 是刮在尺底 然后用嘴啊 在底下吃食 这是嘴 对 特性 这是底下是嘴 然后这边是触须 这是触须 对 这触须有什么用啊 触须的话 然后可以触到食物 然后最后用嘴来吞水 它这个鼻子这么长啊 哦 这鼻子都是软骨 这个如果是切掉之后的 这个软骨非常好吃 哦 这个都能吃的是吗 可以吃的 哦 我感觉这个鱼摸起来是 黏黏的 焦焦的 对对对对 而且还有粘液 像这个就能出鱼子酱了是吗 对 就能出鱼子酱了 这种鱼你是不卖的是吗 这种鱼咱们是舍不得卖的 卖鱼子酱的话 那就是一斤鱼子酱是两千块钱 那么一条鱼的话出三十斤鱼子酱 那就是六万块钱 一条鱼六万块钱 那是二百条鱼的话 那就是一千二百万嘛 杨士波池里这二百多条鱼鱼 都是十年左右的大鱼 可杨士波养鱼鱼才两年多 就能快速盈利 让杨士波财富快速增长的 反而是最小的鱼鱼 接近两元钱一尾的巡鱼苗 利润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单靠这些小鱼苗 一年杨士波就能净赚五百多万元 一跃成为贵州地区 寻鱼苗行业的领跑者 据我了解像这么大的鱼场 如果叫再盈利的话 最少也在五年以上 它才可以盈利 才可以正常鱼转 杨总这个两三年就起来 这个非常少非常少 整个养殖基地 只有眼前这十五亩地 这么小的一块地 一年能净赚五百多万元 大伙现在都很眼红 可为什么这么好的生意 让杨士波给赶上了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 2015年7月 杨士波当时在北京工作 年入百万 无忧无虑 可有天 他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 让他觉得 有个很赚钱的机会 杨士波听说这个消息后 觉得这个生意相当于 投入二百万 当年就能赚到二百万 他立马辞掉了工作 前往贵州 杨之寻鱼苗 不仅对水质 水温 要求极高 还需要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的循环水 山洞里流出的水 对杨之寻鱼苗来说 再合适不过了 杨士波觉得 这个生意 很有潜力 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 这么好的生意 怎么没人接手呢 前任寻鱼厂老板 为什么不得不转让呢 虽然一时想不明白 但是面对眼前 这么高的利润 杨士波决定 先花二百万 把厂买下来 2015年8月 杨士波正式进入了 巡鱼厂 可刚到了没几天 村子里的村民 就纷纷找上了门 现场期间的话 其中有两三次 都是停工的 老百姓真的是 围上来之后 不让你动 所以你不能 这个厂就这么废了 怎么办 杨士波这时才知道 以前的巡鱼厂老板 和当地村民们的关系 非常紧张 杨士波了解到 这些情况后 非常担心 本地人都解决不了的事 他怎么解决呢 如果杨士波解决不了 他花的二百万元 就会打水漂 眼下这个季节 正是忙着卖鱼苗的时候 这一天记者发现 杨士波却要去做一件 跟养鱼完全无关的事情 今天捞这鱼干嘛呀 今天捞上这个鱼之后 山上有个活动 然后咱们给它捧两条鱼 让它们品尝一下 这鱼怎么拿上去啊 一会咱们用草绳一窜 然后拎过去就可以了 它就直接草绳拴着拎上去 不会死 不会死 这条鱼呢 就是脱离水面的话 有两三个小时 然后都没有问题 一大早 住在巡鱼场山上的王大娘 告诉杨士波 参加当地的一个风俗活动 杨士波特意捞了两条商品鱼前往 巡鱼场到山上 至少要步行两个小时 鱼离不开水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这两条鱼鱼 真的能坚持到王大娘家里吗 都活着呢 没有问题 你看它这个腮和嘴都在动 走了接近两个小时的山路 离水的鱼鱼 到底是不是正如杨士波所说的 鲜活呢 因为酥的话 一般是三十多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三十六个小时 这个鱼鱼小常识 还是村民们告诉杨士波的 对巡鱼场充满成见的村民 怎么就和杨士波成了朋友呢 杨士波发现 当地村民很在意一些风俗活动 杨士波来了后 遇到村里有什么活动 都带着礼物前往 村民们和巡鱼场的心结 渐渐打开 2015年11月 杨士波把牢场翻新 扩建成有四百个鱼池的大鱼苗场 还花三十多万元 从辽宁引进了一批鱼鱼水花 这叫水花 从鱼软敷出来之后 七天之内的我们叫水花 寻鱼水花经过七到十天 就会渐渐长成小鱼苗 两个多月就能达到十二厘米 这种规格的鱼苗就可以出售了 按照杨士波的预期 两个半月 它就能开始赚钱 可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 杨士波引进的鱼苗 长到四厘米左右 就开始陆续死亡 三十万元引进的水花 一个月就打了水漂 杨士波不甘心 他换了进货渠道 在北京一家公司 进了一批新的鱼鱼水花 杨士波把这批水花 和过去引进的鱼鱼水花 一起对比养殖 根据杨士波的排查和试验 他发现 同样的水质和环境 新引进的水花 都健康地长成了鱼苗 说明水质本身没有问题 从2016年6月开始 杨士波的鱼苗厂快速发展 每个月都有从全国各地 来找他买鱼苗的客户 截止到2017年11月 靠着寻鱼苗 商品寻鱼多个产品同时发力 杨士波短短三年就开始盈利 现在杨士波更看好 那些他不卖的大鱼鱼 靠着鱼子酱赚钱 在距离杨士波基地 800多公里外的四川省鹏州市 有个鱼鱼行业的先行者李军 他比杨士波养鱼鱼早十年 从2002年到现在 李军养了1万多条上百斤的大鱼鱼 也都不卖 看看他的那个新成熟的情况 成熟度 那是好 我收莫紧 怎么样他这个 这个现在看不出来 这个要放在那个解剖镜下看 解剖镜下看 看一下 看一下 他这个卵巢组织的情况 他们抓的这条鱼 学名叫达士黄 有100多斤重 是李军养殖的7种鱼鱼中的1种 这种穿刺只是一种常规的体检方法 伤口很快就会愈合 不会对鱼鱼造成伤害 像这样养殖7年以上的大鱼 李军有一万多条 养殖这些鱼 一年要花费接近1000万元 每年投入这么多钱 李军却告诉记者 他的这些大鱼只养不卖 李军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一个商机 为了这个商机 他已经付出了十多年 现在回过头来看 从来说他这一步就对了 11年的时间 李军等待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商机呢 2002年 李军靠着养殖大口鲶鱼 积累了400多万元的财富 然而到了2002年6月 李军做出了 让大家不可思议的决定 他居然转行 养起了鱼鱼 2002年春节的时候 李军在一个朋友那里 看到了一本养殖鱼鱼的书 书中的描写 让李军十分激动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的生长速度特别快 大鱼当时很稀少 如果说几年能养到 几十斤的大鱼的话 这也了不得 但是 李军发现 当时国际市场上 顶级的鱼鱼鱼子酱的价格 居然达到了每公斤 一万多元人民币 像这样的一条 母达世皇 养殖十二三年 能产出15公斤以上的鱼子 而把这些鱼子加工成鱼子酱 市场价格在15万元以上 但是因为养殖时间长 风险高 国内市场上卖的 大多是只养了一两年的鱼鱼 很少有人做鱼鱼鱼子酱生意 2002年 李军在彭州市 建了新的养殖场和孵化场 并在青川县白龙湖水库 建了一个养殖基地 李军计划 一边养殖商品鱼鱼赚钱 一边用赚来的钱 开发鱼鱼鱼子酱 2005年初 为了扩大销路 李军开始寻找外地市场 他首先到四川周边的 甘肃省陕西省 寻找合作伙伴 在西安 李军找到了两位合作伙伴 万尤洪和黄永乐 他们俩是西安水产市场的经销商 然而2005年6月 当万尤洪和黄永乐 从西安机场拉回徐渝之后 却气不打一处来 我们从西场接回来到市场 然后打开包装 然后一看那鱼钱是冻了 所以我想这李总怎么能这样呢 给我们定的是活鱼 怎么给我们花的是死鱼呢 当时就像我们这样 这样的饭是不会活的 我这一看我这都是啥鱼 都叫要死一样的 给他发这个 是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之后 再给他发的 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玄机的 那么李军为什么不发活的鱼鱼呢 他说的玄机到底又是什么呢 听朋友说在国外有做那个鱼鱼 让它降温了之后 让它休克 休克了之后能存活很长的时间 我当时是觉得眼前有一辆 因为我正是为这个鱼鱼的运输困扰的 先使鱼鱼急剧降温到7摄氏度以下 最终让水温保持在两三度左右 鱼鱼就会出现半休克的状态 此时把鱼装箱 只需要放上两三块这样的冰块 再打成氧气就可以送到机场了 这样的方法不仅可以保证鱼 在15到18个小时内存活 更是降低了60%的运输费用 我把这鱼倒出来 把冰拿掉 冲一下水放到这鱼缸里面 洗几20分钟它就活了 结果我们这样一弄 把水一沥沥沥沥沥了之后 把鱼洗干净 然后倒到缸里 慢慢慢慢半个小时之后 全部还回来了 鱼是变温动物 温度越低它的代谢水平就越低 甚至处于半休克状态 它然后如果弄过去 温度逐渐调高了以后 它会复苏过来 恢复正常 对鱼来说没有一点影响 这个方法解决了活巡鱼 远途运输的问题 到2005年 李军卖巡鱼苗 和商品巡鱼的销售额 超过了300万元 李军把赚来的钱 投入养殖大鱼 继续它的鱼子降发展计划 李军想打造一个稳定的市场 这里是四川省成都市青石桥水产批发市场 2010年6月 李军来到这里找一个叫杨成义的人 我考察了一下 他在这里面做这个巡鱼 他当时做的是规模最大的 他的渠道也比较好 分销能力比较强 人也很年轻 很有事业心 做得在口碑也不错 在整个市场上 所以说我就开始计划找他谈 说他的鱼品质如何如何的好 我当时就想吧 我现在这个合作的伙伴挺好 也能保证我的货 我就没怎么信他 杨成义他们家 已经在这个市场上经营了很多年 因为信玉好 早已是这个市场上最大的水产经销商 如果能够跟杨成义合作 就等于是跟他手中的 几十家水产经营户合作 当时杨成义已经在卖鱼鱼 李军找了他很多次 得到的答复都是拒绝 李军告诉杨成义 自己的养殖场离成都市区比较远 每次给散客送鱼都很麻烦 想租杨成义的一个鱼缸 用来缓存鱼鱼 一个多月 到杨成义店里拿李军鱼的人非常多 销量远比杨成义自己卖的鱼鱼好 可杨成义看到这些却不畏所动 我心里面想啊 这是不是李军死的招啊 把鱼放我这又取回去 用这一招的话 这我们都用乱了 见杨成义没有任何反应 李军也没有提这件事 而是往他这里送了一批新鱼 可当这一批鱼送来之后 杨成义坐不住了 这次把那运来的鱼 就是很多天都没拿走 我就打电话催他 我说李总啊 把你的鱼拿走 平时因为照我们这平时卖鱼的经验嘛 就是过三天以后 这鱼容易翻舵 就是到时候死了不好说 没有人要啊 这会死掉的 我说没事 你先放着吧 他要死了之后 回头我把他拉走就行了 十天过去 李军还是没有让人来拉鱼 原来这就是李军的第二招 李军一共有七个品种的鱼鱼 这次送到杨成义店里的 都是西伯利亚鱼 这种鱼鱼 与其他品种的鱼鱼相比 生长速度慢 但是适应性强 李军就是要用这一点 打动杨成义 在我这儿乘了十天以后 还活蹦乱跳的 我们平时拉的鱼吧 就是三天以后 四天以后就翻舵了 这个经营风险就很大 我买他的这个鱼能养十天 我的经营风险就变小了 后面我就心里面打管 我就去找他合作 截止到2017年11月 李军的鱼鱼苗 商品鱼鱼和鱼子酱的年销售额 已经超过四千多万元 目前达氏黄鱼鱼子酱的市场零售价 达到一万元左右一公斤 西伯利亚鱼鱼子酱达到七千多元一公斤 李军注册了商标 并办理了产品出口手续 如今 十多年养鱼不卖的李军 终于可以靠着鱼子酱收获财富 李军和杨世波都看上了 寻鱼鱼子酱的商机 但是在获得财富的路上 都选择了先靠商品鱼和鱼苗入手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为了实现最终的梦想 您也可以像李军和杨世波一样 走一条捷径 积累资本达到最终的目标 各位观众朋友 在收看农业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记拿起手机 参与摇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摇摇TV 获取惊喜福利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靠首饰就让上万只大雁 说飞就飞 说回就回 大雁南非是天性 可他却能指挥大雁 让大雁留在北方过冬 号令大雁让他一夜成名 随后半年赚得千万财富 看吉林省通渝县的崔本军 如何用九年时间 练成号令大雁的本事 抓住天空中飞来的千万财富